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hance藏得严严实实 直到发布会的结尾才闪亮登场 确实惊到了一众观众 外观上看 它和保时捷Taken很相似 整体设计风格紧约 没什么很科技感的元素 同时也没有详细鼓舞自己的参数 不过它重点展示了搭载的一些技术 却非常的信任 首先内饰交互方面就搭载了一款贯穿式的中控屏 还有一种全新的音频技术360 Reality Audio 它能够将人声 和声 乐器和其他不同音轨的声音 分离并在一个球形的虚拟声场中重新排布 让音乐更有表现力 车内均匀分布了33个音响单元 包括座椅头枕内都有 能够提供更好的视频体验 它依靠索尼的图像传感器领域的技术 并配合全车搭载的摄像头 声波传感器 毫米波传感器和激光雷达等33颗各种类型的传感器 能够在快速行驶下 也提供快速准确的路面信息 避免盲区和延迟 例如当车辆驶入隧道时 一般传感器或人都需要一个短暂的调节时间 而它能够迅速调整并感知暗部障碍物 而像夜间这样的暗光场景 它也能无需照明就获得高质量的图像信息 对于安全行驶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 WISHES就如同一个索尼技术展示台 未必会量产 不过若它真的问世 你会想买它吗 视频员送来自Sony 由Max On Air超音公园翻译紧急制作 感受最美的超音生活 请关注Max On Air超音公园